大黄呢 去食用的 去食用的 你不要把它含熱 大黄是去食 盲消是攻堅 你這樣想的話 這兩個藥就不會弄錯了 很多中醫啊 這個大黃盲消 我們怎麼樣加點 就有問題在這邊 乾脆不要用了 大黃不敢用了 盲消 盲消不要用不要用 都不對 你有這個概念 什麼叫做攻堅 這個都在腐上面用的 腐 胆小腸胃大腦膀胱裡面 當你的大便 簡單講就是大便很乾燥的時候 很硬的時候 必須要盲消把它打碎掉 你沒有靠盲消 光是去食排不出來 大便會移動 但是太大了 有的大便出來 像個網球一樣 怎麼通過鋼門 真的排出來以後 衝掉了那個馬桶裡面 空空空 還有石頭的聲音啊 你以為是石頭掉下來 然後馬桶衝 衝不下去 還停在那邊 真的啊 你把那個撿起來 就在槍上彈回來 還會彈回來這種大便 好 那你光靠盲消 大黃不行 大黃只能去死 推他 那推他出不來 那你大黃在裡面 一直推 肚子就痛啊 病人說醫生 你的醫生 你的醫藥不能吃 吃了肚子很痛 大便還是排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盲消 盲消是鹹味的 它能夠攻肩 能夠軟肩 所以那個大便那麼快 那盲消下去 真的好像切成那個Potato chip 那個單組玉米片 切成一片片 然後排出來後 就好像丟撲克牌一樣 一排出來 那你把它切片 你說老師 你忘了加大黃 好 那很好玩 切片的還是在大草裡面 沒有人推他 所以你的觀念 你的想法一定要有 大黃是去死推他 沒有什麼寒熱 觀念是寒熱 只要大便堵到 都可以用大黃 都可以用去死的 但是要攻肩要盲消 把它打散掉要盲消 好 這個觀念要有 這樣你不會戳了 對不對 不會戳 那你說老師 那劑量多少 那你看他有多大 手去摸摸他 肚子 裡面一點硬一點 不要碰 不要碰就是聚案 任何有食症出現的時候 我們 中醫治症是八綱 陰陽表裡 虛實寒熱 食就是聚案 你不要按我 聚案 你要把它肚子 肚子拉 肚子拉開來 肚穴在這邊 你摸他肚子去旁邊 一摸的時候 很痛 你看他的表情推你 像小朋友 小孩子對不對 他不會講話 你一壓他肚子 他就把你血推開 媽媽就說 這個小孩子不搞的 我壓他肚子他就推開 就是聚案 代表裡面是大便堵到 媽媽是笨啊 還在說這個小朋友 怎麼不聽我的話 不是小朋友不會聽話 總共他怎麼懂了 對不對 是你在促診 在覆診的時候 所以你如果知道說 老師我吃這個藥 吃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我怎麼知道呢 看你有多少個 硬塊在裡面了 對不對 那你在摸到他 沿到他大腸的時候 好 腹部這樣子 這個肚臍 好 好大腸 假想的大腸 好 你這樣假想嘛 好大腸在這邊 你就這個神缺 好 你沿到這邊摸 哇 摸到他會痛很多 好 吃 吃的時候你盲消 這個都要 你要生用最快嘛 你不會用 把老师把它煮過了 因為你要取他的俊下 俊下你怎麼會煮呢 所以大方可以煮 煮完以後盲消呢 放在沖 沖在裡面 直接好像吃那個 吃麵湯 吃什麼 加點 吃那個 豬血湯 加點那個 白胡椒一樣 盲消夾進去和一和 對不對 那如果他煮得很厲害 屁也不放一個 然後幾天沒答辨了 我已經十天沒答辨了 盲消跟他一千兩千都沒有關係 好 他一吃下去 哇 整個疼出來 大方你不能光這兩個藥 還有別的藥 光這兩個藥 如果你 剛好給你岳母吃 你就完蛋了 你的婚姻就完蛋了 從此拿來恨死你 我在這裡 只是給你這個概念 只是給你這個概念 你不要回去 就是這兩個藥 我還沒有講完 所以 如果你岳母便秘 你就給他 他把你趕出門 從此不讓你回家 跟師父沒有關係 我話還沒講完 只是你要有這個概念 當你有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就要去石跟攻堅定義是不一樣的 好 不一樣的 而且這個是在斧上面用的 好 斧上面用的 斧就是消化系統 那現在有一個石 一個很堅硬的長在杖上面 你說這個大方盲消就不對了 能不懂我意思 好 所以要有這個概念 好 那盲消的色是白色的 白色的大腸又有個名稱叫什麼 白腸 小腸又有個名稱叫紅腸 赤腸 紅腸 這個大腸是白腸 好 那盲消是色白 好 如肺如大腸 那本君原文呢 為苦寒 足百病 好 這個除寒熱血 足六腑積聚 節骨流癖 文化七十二種食 好可以練 好可以吃 所以大便很重要 你看那個神龍本老經 老師這個這樣寫了半天 我不知道他在他有什麼治病 他足六腑積聚有沒有 六腑 大眼小腸未到老彷徨 通通可以用 通通可以用 所以說不單是大腸 六腑 腑裡面有東西積到都可以 所以說 從這裡 雖然還沒有得到傷痕金貴 我當成你們完全不懂 傷痕金貴 你光看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要有個概念就是 很多的疾病 是因为累积了素食 素变 在他身上太久没有出来 造成神昏 发狂奔走 湛语 胡言乱语 讲话 还有制造编故事 还编得很真 这种好现象 你还以为是真的 这种 芒枭清出来 好 这是六辅 看到没有 辅账 顾绝 那这个产地呢 生于盐乳之地 像四川都用盐乳 这个都用卤水 以前诸葛孔明 他们三国打作战的时候 他没有盐 盐乳用卤水来熬 盐乳出来 那监炼水消了以后 结出细盲者 很细盲的就是盲销 结出马牙壮者 有马牙销 其实结于底 成块的 称为普销 所以普销盲销 都是出自同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普销 盲销的 细非常的细 非常的细 非常的细 盲销不煮的 煮的就没有力量 都是冲下去吃的 冲下去吃的 那 诸位现在对 简单的粗略的 对一个大黄跟盲销 一个概念以后 所以如果你确定 它的大便不硬 摸上去不痛啊 大便不硬 你不要用盲销 因为它是软的嘛 你不需要用盲销太过 那大黄去时就把它排出来了 那有除非很硬的 很硬的时候 就是你要靠盲销把它打碎 当然我们还有比盲销更强的 那个 好 我们介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再跟诸位讲 拔斗啊之类的 那 诸位看这个 荣川 就是盲销的 唐荣川呢 对盲销的定义 凡是咸味的 好 盐味的 盐的味里面的咸味 都有火热的性在里面 好 这个命门的火 好 命门的火 水中的火就是命门的火 好 这个过去中医对命门呢 大家争议很多 实际上命门呢 就在我们的 临床上的概念 就是在两个腎的中间 在第十四锥的地方 在命门 好 在这个水嘛 好 这是火 所以是水里面的火 好 是命门的火 好 生命的源头 好 所以我们有 咸味 好 这个盲销呢 就是唯咸 不是很咸 好 唯咸 同样的盲销 你如果你用一咸下去 一咸伎量很多 那不是很咸 你看那伎量不咸 不是很咸 你如果一咸的盐巴 哦 那真的是 喝啊就是住掉了 好像喝到什么海水 很难过 盲销有微弦 微弦呢 能够引火下弦 好 引火下弦往下走 大弦呢 能助火生发 像刚刚的销石 哦 就是大弦 哦 所以说他 你看他后段写 盲销呢 能降气氛的热 是炙热药药 大弦是入血氛 炙火的药不同 那如果你这样子看的时候 你还是不会用盲销 大弦 大弦盲销 你不会区分 现在这样讲 你就会区分 哦 哦 所以如果并能陈述说 奇怪 我这大弦排不出来 用手去抠 抠一抠 抠一立出来 突 好 让个弹珠叫出来 这就是需要盲销了 我们不管其他的 这个就是里面 尖嘛 需要盲销 好 好 耀征呢 好 东东吉义 好 日本一个名医的 金方家 就写了一个耀征 好 里面讲盲销呢 足软尖 好 心下死边 小腹吉 好 那 这是肋骨 肚脐 腹部 心下脾 如果是 硬到这一块的地方 心脏下方的地方 好 这是心 心臂骨的地方 心下三方 这块有硬块 好 我们会用盲销 心下脾 腹部如边 好 有个硬条状 好 像石头一样的 都只可以用盲销的地方 这都讲的是 盲销是坚硬 坚如石 好 盲销 用盲销来攻坚 好 盲销来攻坚 攻坚 那大黄子是去石 好 跟攻坚 不一样 好 好 这个概念有一个 好 这里就可以分得出来了 所以说 为什么说 盲销 好 像药正说 猪斑难解之毒 难解的毒啊 因为你食物的毒 吃下去是停在肠胃里面 你要想办法把它排掉 那我们中医 我们金方的最强用的是 焊法 吐法 吓法 好 一个是在胃上 我们把它吐掉 就是在肠子里面把它卸掉 卸掉 这是这个 解毒的方式 你把那个毒的食物 误吃的食物 毒素的食物 那个排掉 腐坏的食物排掉 就是解毒嘛 他的禁忌 因为盲销呢 盲销的心香 怎么才不宜多用 我讲过 当你对正用的时候 盲销非常的好用 用完了 看他造坚硬的大便 没有了 没有了盲销停掉 没有了 但是还是便秘 你大方还是留在里面 好 这样子用 就可以了 好 你要小心哦 我个人讲 尤其你对你悦目 你要小心用盲销 用的不好 不出来 用太多也不行 所以就要特别小心 病人也就随便了